旁白雪女 你糾到 就兩問啦 一問到 你叫什麼? 今天來到清潭溪 水跟我想的一樣大 但是水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清 這個已經是很不錯的水了 昨天颱風才停 才走的 所以今天我兩種釣竿都有帶 如果水太濁的話要釣鯉魚 水太輕的話今天可以釣石斑 不過這一段 水還是太大 應該要往下游比較寬的那邊去 上游的話 水太急了 有這邊好多人在釣西哥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五個 今天這種水釣西哥剛好 超棒 這種水西哥一定大搖了 等一下我去下面釣好了 下面那裡 可以做的釣比較輕鬆 下面這邊有一個人兩個人 三個人在釣 等一下我是這邊釣 釣這一面我比較釣的習慣 這一面的底啊 我比較不大清楚 所以雖然這一面可以 不用曬太陽 可是釣那邊比較習慣 先釣那裡好了 今天水災蠻大的 那個阿伯釣到大隻的 我們要釣到鮮魚 他釣到鮮魚了 對齁 連賣齁 連賣齁 這個走運喔 我把你負責 好啊 多嘎点喝 來,過來 接著 接著 你狗狗購二問啦 你狗什麼? 你狗什麼?狗狗 狗蝦蝦 狗蝦蝦 狗蝦 狗蝦 狗蝦要吃 我今天就要狗一下 今天的策略就正確的 人家一來人家就釣械魚了 所以我今天釣鯉魚應該也是正確的 好像應該不錯 今天用1.5號線 支母線都1.5號 然後勾子是白袖7號 釣飄的,先釣飄的 來清潭溪啊,要釣鯉魚的話一定是用大脈蟲 剛剛那個阿伯是用青苔釣的 他說他要釣無果魚啊 一下去就吃了 所以今天鯉魚應該不錯 好啦,趕快開始吧 先來示範一下這個 這個是白袖7號浮稻釣的 我釣清美西用的 大脈蟲一樣是從頭這邊勾下去 穿出來 不過這裡就要留一截囉 這樣 這樣 因為今天要釣鯉魚嘛 所以要留一截 那個味道比較重 只要釣到中間這裡 不要讓他捲到那個 看後面那邊 差不多就加 下去就不行了 拉上來了 對,差不多在這裡 喔,漂亮喔 丟 丟 中了齁 丟了齁 丟了齁 下兩隻比較大的 其他都是小隻的一隻花 下地狗桃 下九斑 鯉魚都不吃 好不好 再看看下午要怎樣 11點多走到這一段來釣好了 這個橋下 雖然水都很大 可是 至少在這邊摸兩下 蠻多人的喔 前面有兩個人 然後後面也是兩個人 釣在這幾個地方就好了 竿子一樣用剛剛那個粗的竿子 因為我怕用細的齁 小隊的話 拉繩斷會斷掉 所以用剛剛那個 鯉魚的竿子來釣 大概現在11點而已 大概釣到12點多 可能變天就要回去了 還是要先擦 反文藝 不過 這要講派喔 這要小黑文 那邊好像有個釣子卡住耶 這裡有一個 九斑 欸有另外一隻追出來耶 嗯 嗯 禮拜一隻追 全部都是一隻花 有啊 九斑啦 九斑都變白色了 欸 交朋友 小隻的 這裡魚超多的 它會一直跳 魚超多的 有沒有一直跳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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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釣了半個小時吧 都很咬啊 不過都小隻了 小隻了 一隻花那些的 我沒有要裝網子了 所以先把它放下去 然後再繼續吧 這一段應該不錯 釣一下吧 釣一下 要準備回去了 下午可能會下雷震 下午一下要回去了 我等一下下午要下雷震雨了 哦 對了啦 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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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斑 一個人一會 我一會 看得到網子 我都不跳了 鞋子 拿著 然後又去 走 走 走